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荷兰热业频道 现在报告1月30日晚间新闻 首先是新闻的纲要 世卫说冠病疫症仍然是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荷兰菲利普宣布大量裁员 荷兰赌场黄德国人 俄罗斯公司承诺为摧毁西方的坦克提供重赏 芬兰案计划与瑞典同时加入北约 访问韩国的北约备事长特别针对中国 长沙文型公司否认同俄罗斯的阿格纳达团往来 中国这一轮疫情已经接近尾声 江西死亡的少年疑点重重 网上的谣言很多 四川不用结婚 也可以登记生育 应生尽生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警告说 冠病疫情仍然是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世卫组织1月30日在声明中指出 冠病的大流行处于过度的折点 仍然需要紧慎的管理以减轻潜在的负面后果 三年前 世卫组织首次宣布灌病为全球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 有超过680万人 在灌病大流行爆发期间死亡 疫情席卷了全球的每个国家社群和经济体 但2020年灌病疫苗和相关的治疗民势 极大地改变了疫情的状况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 他希望灌病的疫情能够在今年的结束 特别是在全球灌病应对措施得到改善的情况下 世卫组织冠病情况专家委员会的顾问 去年12月透露 由于中国在2022年年底放宽清零的政策 导致了大波的感染 目前还不是在结束紧急状态的时候 荷兰的菲利普发布年度业绩宣布大量裁员 荷兰的菲利普公司再次重组 进行重大裁员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面 全球将再有6,000个工作崗位消失 其中的1,100个将在荷兰 这家荷兰医疗设备技术公司 通过发布年度的数据宣布 这家公司去年亏损了16亿欧元 新一轮的裁员 是在去年10月份的基础上进行的 当时全球裁员4,000人 其中有800人在荷兰 而1,100个职位的削減是新增加的数字 目前仍不清楚新一轮强制裁员的程度 预计最沉重的打击 将落在阿姆斯拉丹的总部 和这家公司创新中心所在的 Best等地方 随着这一轮新的公告发布 这家公司目前正在裁员1万人 菲利普公司全球现在拥有大约8万名员工 其中1万1千人在荷兰工作 荷兰的赌场王德国人 一名来自德国科隆的25岁德国女子 和一名德国男子 在星期六晚上 分别在荷兰的赌场 赢得了大奖 星期六晚上9点过后 一位德国女子和丈夫一起在南部Ferno的赌场 投落了1欧元的赌注 马上赢得了117万欧元的大奖 一举成为8万富豪 她说 我将会为我的丈夫买一架福特的夜马车 为自己买一架灰色的厂棚车 后来她补充说 将在这个星期停止工作 另外在一个小时后 在荷兰Falkenberg的另一个国营赌场 一名德国男子 赢得了11万欧元的大奖 俄罗斯的公司承诺 为摧毁西方坦克提供重赏 一家俄罗斯公司承诺说 第一个摧毁或矫祸西方主战坦克的俄斯士兵 将获得500万劳博的奖金 相当于超过66,000欧元 对于所有以后的成功攻击 奖金在50万劳博 超过6600欧元 美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将在未来的几个月里 向沃兰派遣数十两先进的主战坦克 克里姆劳公认为 这是一场战争的升级 而这一场战争 现在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 据莫斯科说 美国的坦克和德国的坦克 将在前线被摧毁和燃烧 预计西方坦克的到达 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 俄斯的能源公司Forest 已经承诺提供经济的奖励 这家公司说 北约正在向乌兰 无限债地提供武器 使得冲突性格 这个在俄斯已经广为人知 这家公司还表示 如果西方的战机被送到乌兰 摧毁一架 将提供1500万劳暴的奖金 将近20万欧元 芬兰打算按计划 和北欧伦国瑞典同时加入北约 并且希望在7月之前 可以实现 根据路透社的报导 芬兰外交部长哈维斯堂 星期一说 我们仍然非常希望和瑞典一起加入北洋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昔日说 由于安卡拉和斯德哥尔摩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劇 土耳其可能同意被芬兰先衣瑞典加入北洋 瑞典一名极右翼的政党领袖 日前在土耳其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外 分析可兰经 使得原定在二份举行的土耳其 瑞典和芬兰三个方面 关于加入北洋的会谈 无限期推辞 阿尔多安重申 瑞典应该将安卡拉所要求的120名恐怖分子 引渡到土耳其 瑞典才有可能加入北洋 俄斯入侵乌兰之后 瑞典和芬兰 去年申请加入北洋 需要所有成员国同意 才能够正式加入 目前 还没有获得土耳其和匈牙利的批准 北洋的被司长访问韩国 针对的是中国 北洋被司长斯托尔特·贝格 在南韩访问 敦促首尔政府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他表示 如果不希望独裁和暴政国性 这样几乎就需要武器 斯托尔特·贝格指出 确保俄斯不能够战争是极其重要的 这不单止对乌兰而言 也是为了避免向包括北京在内的独裁领导人 发出错误的信息 他们以为可以通过武力 就得到想要的东西 他说 准管中国不是北洋的竞争对手 但北京在地区不断增强的军事能力和脅迫的行为 使得它在北洋的疫情上 占有很高的地位 北洋应该在军备控制 气候变化和其他问题上 与中国接触 但与此同时 中国在价值观利益和安全 构成了挑战 根据苏洛克通讯社30号的报道 捷克总统当宣人柏维尔的发言人表示 柏维尔30号已经和台湾的蔡英文通了电话 另一篇发自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报道 这名发言人只是证实柏维尔和蔡英文通过电话 但并没有提供通话的细节 柏维尔曾经在接受捷克电台专访时表明 他支持捷克和其主要外资之一的台湾往来 但他主张 捷克政府遵守一中的政策 应该用两制的原则来补充 即是一中两制 柏维尔说 台湾是另一套的制度 如果说捷克和台湾有特殊的关系 那也没错 与台湾保持活跃的商业 可能还有科学上的关系 当然符合捷克利益 而中国的外交部30号 已经与捷克政府联系 确认蔡英文和柏维尔的通话 是不是属性 中方希望捷克方面 确守一中的原则 长沙的民营公司否认和俄罗斯雅加勒集团往来 针对美国已向俄罗斯提供 乌兰卫星图像 协助在乌作战为由的制裁 中国民营的航天公司 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会认为 同被指控俄罗斯科技公司 以及俄罗斯雅加勒兵组织 雅加勒集团不存在业务往来 天仪公司1月29日回应为 天仪及其子公司 和俄罗斯特技公司 斯特拉特以及 阿加勒兵R集团 不存在业务往来 天仪的产品和服务 都用于民事和商事的用途 不涉及任何军事用途 在业务发展的过程中 始终严格遵守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 天仪公司还说 对美国财政部将其列入制裁清单的决定 深表遗憾 目前公司正在与各方积极的沟通 尽力确保得到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对待 通过合法的手段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天仪还说 将持续加强公司合规性的审查 并强烈希望以诚恳开放透明的态度 与各方开展积极的对话 以化解可能的期见和误解 美国的财政部和国务委员上周四 宣布对天仪和他在劳森堡的子公司进行制裁 说他们向一家俄罗斯的科技公司提供有关 烏兰境内的卫生图像 以便阿加纳集团展开作战行动 据彭博社此前的报道 作为俄罗斯盟友的中国 并没有对川普的俄军提供军事的支援 不过 中国一些民营企业的举动 美方认为有支持俄军之业 支持人士说 美国政府已经就这个问题 向中国政府提出交线 希望中方采取行动 制止这些中国企业的严俄行为 中国本来的疫情已近尾声 中国疾控中心发表最新一期的周报 表示在春节假期 疫情并没有出现明年的反弹 在整个流行过程中 并没有发现新的变异株 全国本来的疫情已经接近尾声 这份周报在上星期三日发表 当中利用各省报告的监测资料 分析从上月9日 至今月23日的感染诊疗和监测数据 显示疫情在上月下旬 已经达到高峰 其后不断下降 而各省的走势基本相近 城乡亦基本同步 门诊人数 在院重症人数 在院死亡人数 都呈现下降的趋势 到本月下旬 全国整体疫情 已经降至较低的水平 医疗救治压力进一步放缓 周报显示 核酸检测阳性率 在上月25日 达到高峰的29.2% 而抗原检测阳性率 在上月22日达到高峰的21.3% 并且在本月下旬 降到6%以下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1月3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 米峰表示 春节期间 防控工作平稳有序 越累越管的措施落地见效 目前 全国整体疫情 已经进入低栏水平 而各地疫情 保持稳步下降的态势 米峰又说 春节后反程的人员增加 要做好交通工具等人员密集的场所 上太化的疫情防控 坚持做好个人的防护 米峰又说 农村地区 仍然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江西死亡的少年疑点重重 而网上的谣言很多 江西15岁的学生胡欣尔 在学校离其失踪百日之后 遗体以疫调的状态 在学校附近被找到 引爆了疫情 网上谣言很多 甚至有偽造的照片上传 还偽造华人神探李昌玉的访谈等等 不一而终 即使各种媒体的表述也不一致不清楚 有些说在粮仓里面找到尸体 有些说在粮仓外面 有说在粮仓内围墙的边上 有说在围墙边上的树林里面 中国大陆官方媒体人民网 发表评论文章说 广大的网友不妨多一点耐心 正待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我们也要保持信心 胡音语事件举国关注 谁都不敢造假 谁也不能造假 四川不用登记 也可以登记生育 应生尽生 四川省卫生健康卫园会官网发布 《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 官方对于2019年3月20日推出的 《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办法》进行了修订 新版的办法 主要修订了四大方面的内容 第一 取消了是不是结婚的限制 新版法 取消了对登记对象是不是结婚的限制条件 官方说明 这是将生育登记的重点 转移到生育意愿和生育结果 回归人口监察及生育服务的本位 第二 就是取消了生育数量的限制 新版法规定 凡是生育子女的公民 都应该办理生育登记 第三 就是简化了生育登记的要求 新版法规定 网上办理生育登记的时候 可以透过相关信息系统 调取身份证 或者有效正经的电子证照 不再上传身份证明材料 第四 就是增加了信息共享的要求 新版法增加了 分育一件事一次办 生育登记信息共享 电子证照共享等内容 有媒体评论说 这是中国为应对人口将不断减少的激励措施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by bwd6